叶问到底是谁 为何叶问和一代宗师都拍此人 叶问生于钟鸣鼎时的名门望族 家财万贯 他七岁败于永春名师陈华顺门下 对练永春极为赤迷 几乎到了人群合一的境界 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 佛山沦陷 家园被战 叶问生活急转直下 以娇权度日 他曾在佛山富商周宇庚 及周清泉父子名下花沙场内授权 日本宪兵闻其大名 想威逼利诱叶问去为日本军队交权 叶问打倒这名挑衅的日本宪兵后 害怕激怒日本军阀 离开佛山躲了起来 之后叶问在香港定居 受徒颇多 有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李小龙 也有真正将永春发扬光大的良艇 可以说叶问是永春全在世界 发扬光大的关键